这棵就是道道地地我们在小半天把它服育 然后服育长大以后把它种植下去的 这是本土的合金荫 鹿谷乡石马公园所种植的荫花 以合金荫居多 其次为八重荫 而在前乡长陈锡舞的积极营造下 打造了石马公园两甲地的荫花林 由于鹿谷乡气候地理条件优渥 荫花每年盛开 近年来也成为台湾最热门的赏花景点之一 这篇图地在社区里面 在这几年来有大家用心共同努力之下 所以每次我们这个行政 其实是有限来到我们小半天入口的所在 就看到这篇这么漂亮的公园 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公所 管府以及我们这些所谓朋友的管理 我们今年的荫花在开的比例上 目前跟去年差距有点免得足够 不过目前已经慢慢在开了 尤其我们上一星期的寒流造成 所以可以看出我们这会慢慢会展望了 所以也欺负很多我们这个 尤其来到县城来观赏 很漂亮 今年是第一次过来这边 刚好遇到满开的时候会蛮漂亮的 另外一年一度的鹿谷樱花季 即将于1月31号登场 除了可欣赏偏部盛开的樱花外 当天还有免费品名高山茶 冬笋等在地特产美食 预言许素霞邀请民众 于本中日到石马公园游玩 尽情享受惬意的樱花之旅 我们在这星期的10点在石马公园游玩 来基盘我们赏映画赤冬笋的活动 当天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至于有三太子的一个表演 以外呢 在地也有很多乡亲的表演 还有白冬笋的比赛 吃冬笋顶顶顶顶 所以来用非常丰富 还有在地 像我们称赏的很多串金菜 一些蔬菜蔬果都会拿到现场 来给我们这些所有人来选购 来购买回去吃菜 所以在这里 我相信我们这些活动 总体是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呼吁大家 有时间可以多多来做一个参与 花见一词 源自于日语中的赏花之意 期盼游客透过赏花 而发现入谷枝梅 一掌和顺风邀请民众 于1月31日前往观光 在樱花树下 品尝在地的洞顶乌龙茶 感受独有的闲情雅致 明星雅维林 入股采访报道 明星雅兴